大麻為何會令人嗨,上癮,令人有很多不同的感覺 主要是來自THC的影響 當他們習慣吃這件事,突然間如果吃少了 或是一段時間不吃的時候,身體會不太習慣 會出現一些不舒服的情況 如果我們說大麻的話,例如是懵疹,容易不開心 比較焦慮,睡得不太好,胃口不太好之類 短期來說,主要對身體的影響就是那一下心跳會增加 然後那個人控制自己手腳的協調,反應時間會慢些 他們的記性可能會差些 又或者他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那一下都可能會弱了 精神方面,我們會特別擔心 使用大麻的人,比起不使用大麻的人 他們日後會產生一些思覺失調症狀的機會 比普通人高幾倍 另外也有很多研究發言,就是使用大麻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同時間都有一些抑鬱、焦慮 曾經有人做過研究,就是找一堆吃大麻的人 以及找一堆其實以為自己在吃大麻的人 那些是有大麻的味道,又沒有大麻的東西 是一些安慰劑來的 然後叫他們做一些類似模擬創作的測驗 結果發現,其實普通人,不是在吃大麻的人 或者在吃低份量的大麻的人 水平是差不多的 但如果在吃很多大份量大麻的人 在測驗裡面的結果其實是弱了 他們腦裡產生一些聯想或者關連性的能力 其實是比普通人,或者吃低份量大麻的人 所以從這個實驗的結果看到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根據的 在大麻發揮作用的兩、三個小時 暫時在大麻發揮作用的兩、三個小時 可能它不需要想一些它本身很困擾或者很煩惱的事情 但我們就知道藥物的效果似乎都很圓 那個問題依然都會存在 到頭來結果就是它的問題越積越大 而不是改善了這樣 禁毒處有一個禁毒熱線 一百六、一百六 裡面就可以得到很多進一步求助的方法 譬如說有沒有一些地方可以他們去找 有沒有一些社工機構組織可以得到一些輔導 不只是為了自己 有時身邊的人有這個情況 也可以多得到一些支援 在它們的社工機構組織 都會有什麼問題 在那個社工機構組織 是很好的 在那邊 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